電子計算機科學系就是現在所謂的資訊工程系 其實我在平均一直都是從事資訊行業 遊戲到現在都做產品的POSE 也做網台系統現在也要再做 還有做蝦遊戲 我一直在從事的行業也沒有漸斷過 現在應該以1973、1974開始 所以也在40年做資訊行業 現在還是持續在從事資訊行業 為什麼我會做到產品 其實也對於我做資訊產業 以前我有做很多全國的網咖的系統 你開始就對了 所以我以前也有網咖的店 除了給他們做系統 以外我也有做一些 其實網咖的餐飲有些結合 只是說網咖的餐飲是一個很簡單的餐飲 在10年前 8、9年前 網咖就開始往下走下風 在全身 我覺得他可能這個產業會越來越萎縮 因為整個遊戲族群的使用習慣改變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我才會人工 我到底是要轉什麼時候比較好想 我可以無痛轉型 他說一直才會嘗試做旅餐飲 一做日後覺得很薄 這個行業 出味出味 他很難做 他其實是很難做 但是他像我過去做資訊業的感覺不一樣 這餐飲業就是很人性的感覺 以前都跟電腦做會 跟電腦做會 沒什麼話說 或是跟他講話 做餐飲業覺得 可以參很多人群 大家互相互動 感覺時間過 也很愉快 很愉快 就這樣投入 投入後發覺說 這餐飲業就開始很難做 所以我剛才會說 兩三禮拜 那就是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每一個 每一個產品的 或是它的模式的結束 也讓我裡面吸收一些經驗 也得到一些樂趣 慢慢轉型 轉到 覺得比較適合我來做 包括我的 生活習慣 人際關係 所以到達就 到達到 那個密集 點擊的日本料理餐廳 也符合到 我比較尷尬 我比較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我很愛吃魚 很愛吃魚 很愛吃新鮮的魚 甚至吃青的魚 所以我跟導師說 既然要開了 如果真的會了解 不然也賺自己 愛吃 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 自己也很快 很開心 所以 像現在 我差不多幾乎 幾乎沒有飯 我就一定去吃 密集料理去吃 那個 生鮮的東西 我覺得吃起來 也對身體很好 對身體 我覺得整個健康的狀態 因為都比過去更好 因為吃到的 魚油 清淡 所以 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生活習慣 所以 近年最好 你也可以 來品嘗 我的日本料理 你看看 王理事長 他這個 民色 很好 所以 你剛才 我在說的時候 你自己本身 就動作 是說 把自己的 變成自己的餐廳 就對了 對 因為你的招待所 你的餐廳 頂頂 剛才還有一種 會覺得很好 就是說 你近年 去餐廳裡面 是去看完工 如果沒有事情 做的時候 你自己會覺得 不好意思 這實在是不簡單的 對 所以我一直把我們 我餐廳的 師父 和服務人員 都很優秀 尤其師父 我都是 品嘗 很頂級的 類似 以前 大當地 有生肌的 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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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所以我跟我的主婦說 這個餐廳生理 如果是好 最大的功勞是你 來 是其他人 如果生理一敗 最大的證明是我 第二大的證明是你 所以 我就要這樣 鼓勵 怎麼說 我每天 我的責任 我是 盡量把客人 扭在你的頭上 讓你表現 如果沒有客人 最大的證明是我 我客人的 但是 我把客人扭在你的頭上 來看你表現 你怎麼讓客人 他們覺得好吃 新鮮 還有特色 這就是你 要表現 來就是 我們 我們 公務人員 怎麼讓客人覺得 有病日如貴的感覺 一桌一桌菜 都控制得很好 這就是 你怎麼做 所以 大家 給最高的 給最免的 我整個團隊 所以 大家 頭部都很清楚 政治也很清楚 共享也很清楚 所以 就變成 那裡有一個 很順利的運作 當然 這也是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 我們 一步一步 經過失敗 經過不成功 慢慢 累積起來的經驗 所以 希望 希望 我們現在 這個密集 可以 這樣 表面可以 如何如何 還可以 完整 大家 頭部 的希望